- 皮笑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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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大家好 我是Kiki 最近可以說是台劇大爆發嗎? 很多人開始發現台劇的題材和以往不太一樣 近幾年都很勇於嘗試不同類型和風格 那今天呢 很開心受到衛視中文台的邀請 他們最近推出了一部原創奇幻劇《如果花知道》 邀請我分享對這部劇最真實的關後感 那因為《如果花知道》它只有在衛視中文台播出 目前他們也沒有跟其他的影音串流平台合作 雖然之後他們是有機會上架到Disney Plus 但在這之前 為了以防大家還沒看過劇情 所以這次我有贈得衛視中文台同意 直接幫大家重點整理前20集的劇情藍人包 以及我到底推不推薦這部劇 那在我開始分享之前 還是要麻煩大家先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成功多精彩影片囉 由任容軒 張瑞嘉左演的奇幻台劇《如果花知道》 講出花女巫與平凡心境相遇的故事 《花不屑島》上開滿一種神秘的花叫橫星百合 它的養分來自於人類的慾望和執念 當人類的執念越深 慾望越多 就會讓橫星百合開滿整座《花不屑島》 人類也會因此面臨巨大的災難 在這個前提下 《如果花知道》的劇情就此再開 犯錯被打入警戒冷凍庫任安佐的唐青松 天真有著過人的嗅覺 在追查小魔失蹤愛時 發現同婦異母的妹妹也失蹤了 她發現失蹤者的共通電視 她們都曾經收到《花知道》的名片 循日七位 唐青松意外進入花店的異空前 劫色花女巫花小玄 以及橫星百合花金向以恆 千牛花金向以錢和茶管家 而她們各自擁有奇幻的能力替人類進行斷捨離 另一邊 唐青松的繼母嗜毒 經常向兄妹郎要錢 妹妹認為是自己拖累哥哥才會搞失蹤 但是在花小玄的幫忙下 妹妹意識到母親只是用錯方式愛她 哥哥也是因為自己的存在才有動力當警察 花女巫成功幫妹妹斷捨離後 也意外發現 唐青松就是當年奪走她嗅覺的小男孩 所以她才有辦法無視花小玄的魔法 也不會遺忘花店裡的人事物 又有新的客人上門了 一名情長之一的外科醫生試圖自殺 花小玄在幫她斷捨離的過程中 意外碰到唐青松的血 看見她將死於災難的未來 而在花店異形人的調查下 他們發現原來外科醫生一直對10年前 手術失敗病患的女兒放心不下 經過多年來的尋找 醫生發現病患女兒後意外與她墜入愛河 女方發現醫生的故事後 勿以為男友是因為愧疚感與她交往決定分手 而醫生在自責與愛情的混淆下 才悲傷的走上絕路 醫生在花店的幫忙下激潤花鏡 回到病患開刀那年 原來當時所有醫院都拒絕接受該病患 只有醫生願勇敢一試 所以病患曾親口告訴女兒 當醫生決定要為她開刀時 她就已經治癒了爸爸 醫生也因此解開多年來的心結 從事手術刀 某天 花店一行人發現客人收到名片後 居然都拒絕到花店接受花療 而歇里大學又傳出多起學生集體自殺 唐青松 同事紫蘇 以及花店等人在追查過程中發現 這起事件是因為紫蘇的姐姐戴希 與昔日閨蜜決裂 才意外發生的悲劇 原來閨蜜誤以為患有憂鬱症的好友 是因為戴希的不告耳邊才自殺 變氣憤的創建自殺網站 將這起事件與戴希的網紅事業牽連在一起 還好兩人進入花境接受花療後 意識到彼此都用錯方式紀念好友 他們的友誼也從歸於好 但是在自殺案的調查過程中 花小萱發現唐青松有有自由進入花境的能力 為了防止他再次散闖花境 小萱答應他 只要幫他找到另一起讀平安的老大 就能得到青松爺爺送給他的香包 唐青松也承諾不會再去花境打擾 但香包不但沒完成 兩人之間的氣氛還變得有些曖昧 而一直作為小萱駐守的花經向隱恆 對唐青松則是充滿敵意 一天 躺青松在辦案的過程中發現 花小萱身邊的香隱恆 竟然和北投險案死去的罪犯林浩是同一人 與此同時 花店來了一位小朋友丁羽 小羽的爺爺爺為了家族名聲 硬是將女兒丁佳仁在外生的小孩 交給雙胞胎女兒丁佳琳 撫養 丁佳仁無法接受父親的做法 含恨自私 讓丁佳琳為了照顧小孩 無法擁有自己的生活 花小萱等人用花境 幫助丁佳琳擺脫父親的情緒勒索 丁佳也學會和阿姨和平相處 還有施逸男的斷捨離事件 茶館家透過日記發現 施逸男是出竅的靈魂碎片 再找不到她的所在地 男子便會斷棄而亡 小萱發現她和金松能夠共有嗅覺後 一起合作找到在山谷中出車禍的施逸男 並成功幫助她與父親解開心結 青松和小萱在多次的合作下 漸漸對彼此產生情愫 小萱為了拿回嗅覺 主動提議讓青松親他 沒想到這一幕被以恆看見 讓她氣憤的對小萱說道 女巫不能有愛情 否則女巫就會和橫星百合分離 不過小萱並沒有因此很輕鬆停止見面 相反的 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親密 以恆也漸漸被嫉妒的執念控制 並發現自己的身世 都只是小萱的謊言 像以恆 花小萱 躺輕鬆 三人的三角關係 也會是如果花知道下半段最主要的劇情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 就請大家自己看下去囉 剛剛有跟大家分享前二十節的內容嘛 那我覺得如果花知道最大的看點就是 第一個 劇情題材很新鮮 近年來的韓劇很喜歡做單元劇 像之前很紅的 我是一屋真理師 每一集都是一個獨立的故事 但台劇好像比較少看到這種題材 那這次如果花知道就有點像 德魯納酒店家 雙腳路邊潭的綜合版 因為日蓉萱這次在劇中飾演的花女巫 和兩部作品的女教一樣 都有自己的法術 然後他們都是出於某些原因 必須用自己的能力消除人類的煩惱 那這部劇很聰明的用斷舌梨發展成八點檔 包括人們心中的執念缺憾等等 所以他不會像一般長壽劇那麼脫細 又可以討論到不同的議題 那再加上他的主要元素是花 花可以發展的東西很多 包括花的花語 個性 外型等等 所以第二個看點就是 他如果之後有在電視上看到這部劇的話 可以多注意一下任蓉萱的服裝 任蓉萱這次飾演的花女巫還蠻有說服力的 剛好他的氣質也很符合這個角色 再來第三個就是 劇中有非常多的資深演員助陣 像是阿西貝 江祖萍 瑪莉歐 黃鐙輝等等演員 都有在劇中擔任配角 那我自從看過火生眼淚之後就被瑪莉歐大圈粉 所以我覺得這部劇的配角也是一大兩點 但我也必須說老實話 如果花知道還是有一些可以再改進的地方 比如說故事可以再更有深度 我覺得這部劇可以再更好的是 他們已經點到很多有趣的議題 但因為故事背景太單薄 會顯得部分的執念有點怪 比如說剛剛有提到的 戴希和閨蜜因為好友自私 此時無法走出對自由的愧疚感 這裡要討論的斷捨靈異提示 如何面對逝者傷痛 但閨蜜卻弄了一個自私的網站 讓更多學生想不開 就算最後他有和好友和解 但那些死去的學生 他就不用自責嗎? 還有丁佳玲丁家園那段故事 那邊主要要探討的是家庭的情緒勒索 這是非常常見 而且可以好好討論的議題 因為很多人都有類似的情況嘛 那丁佳玲那段故事有點過於複雜 讓觀眾可能會GAP到導演想要探討的點 再來就是 部分的劇情不太合理 劇中警察的辦案方式有點太粗糙 比如說唐金松不管上級命令 就直接帶著同事去查督品案 但唐金松和犯人已經見過面了 他只是在臉上貼個鬍子 犯人就認不出他也蠻妙的 還有江祖平縣的藍案組副組長 三兩下就被犯人反制服了 我覺得至少要再增加一點爭奪畫面 警察還不會顯得太弱啦 那第三個呢 就是畫面可以再更精緻 剛剛有提到這部作品 其實看得出來他們是想要往德倫拉酒店那個方向發展 但可能是因為他是日播劇 預算不像一般影集那麼多 所以特效他們在有些預算上已經算做得不錯了 不過有些特效視覺效果 我覺得要再做得更精緻 才有辦法撐起奇幻世界的風格 前面雖然跟大家分享這部劇也有缺點 但我到底推不推薦這部劇呢 首先先跟大家補充一個背景 如果他知道是衛視中文台近年來的第一部原創自治劇 之前他們雖然有投資過《想見你》 但如果要說上一部完全獨立製作的自治劇 是第八號當鋪 就是杜德偉和天心眼的那部 已經是快二十年前的事了 再加上這也是迪士尼傳媒在台灣的第一部原創自治劇 雖然還是有不足的地方 但整體來說劇本是有新意的 也看得出來衛視中文台想要嘗試各種不同的風格 所以就這一點 我覺得這部劇還是值得一看 然後呢 其實我已經知道後面二十集的劇情發展 也仍然蠻出乎意料的部分 我相信你們看的時候也會嚇一跳 不過他的結局處理的還蠻好的 不適合大家可以放心 那再次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看如果花知道後二十集的劇情發展 請記得鎖定衛視中文台每週一至週五晚上九點的播出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跟我分享你的觀後感喔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別忘記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Azher和Facebook喔 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哇賽 我今天錄了快兩個小時欸 你們一定沒想到 就我今天錄的時候狀況超多的 有救護車經過 然後有摩托車的聲音呼嘯而過 然後再加上天氣很冷 只有13度 我就是手跟嘴巴就一直搖搖搖 講話都講也不清楚 唉 就會錄完 street